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坐落于中环 铜锣湾 千沙嘴等CBD地区 一项统计数据显示 2022年香港咖啡领域的总收入将达到16.7亿美元 如果说每天早晨唤醒香港打工人的 是上班路上顺手买的一杯咖啡 那周末唤醒港人的非早茶莫属了 2020年的香港有4,323家中式餐馆 其中近三分之一都提供刻在香港人DNA里的点心 从最常见的虾饺 叉烧包 到颇举香港特色的猪润肠 麻辣糕 有些市井老字号甚至没有菜单 全靠时刻自己吆喝 这是香港独一份的时风 而香港作为一个自由港城 海鲜更是少不了 在香港每年人均消耗高达65公斤的海鲜 是亚洲第二高的城市 其中三文鱼是最受欢迎的之一 香港的三文鱼大部分来自挪威 曾有报道称只有700万人口的香港 吃了挪威三文鱼全球出口量的1% 而2021年全年 挪威三文鱼出口总量约130万吨 也就是说在香港 人民一年可以吃至少1.3万吨的三文鱼 香港人每年吃的水果量则更为惊人 有港媒报道称 港人2017年精吞58万吨鲜果及干果 而这个数在五年后的今天只增不减 在香港的夜生活离不开酒 香港自2008年2月起 撤销了所有与葡萄酒税有关的清关 及行政管制措施 并发展成为亚太区的葡萄酒贸易及分销中心 2021年 单单葡萄酒的进口就达到了3898万公升 销售酒精饮料的专门店数目 也有2008年的140家 增加至2021年的470家 蓝桂峰也成为了香港最热闹的夜生活场所 美食家蔡兰说 香港人很重吃 就是因为他们拼命做事情 很认真做事 所以就很认真吃 一语道出了香港人的生活态度 2022年 香港共有207家餐厅 在米其林指南榜单中 全球排名15 但却是全球米其林餐厅 密度排名第二的地区 平均每5.5平方公里就有一家 所以说 为什么在香港生活 逃不过米其林呢 因为 当你随便走进一家餐厅 它可能就是 隐藏在闹市中的低调米其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